北韓今天上午再度發射兩枚彈道飛彈 落在日本經濟海域外 而從今年以來 北韓的試射行動多達二十四次 總數三十八枚飛彈創下歷年新高 尤其是在短短的最近十二天之內六度發射 前天一枚中程彈道飛彈 更是越過了日本上空 北韓外交部挑明了說 今天的動作就是為了反制 美國跟南韓連日來的軍事演習 以及美國航空母艦雷根號 重返朝鮮半島 而面對平壤的挑釁 美國企圖在聯合國安理會 發動新一波制裁 但是遇到強大阻力 美國大使點名批評 中國和俄羅斯保護平壤 任由金正恩與取與求 而中國駐聯合國副大使耿爽 則是反批美國進行政治操弄 才是毒害地區安全環境的亂源 北韓當地時間今天上午六點多 又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兩枚短程彈道飛彈 倒落在日本經濟海域外圍 再度引發日方不滿 平壤方面則宣稱 試過了抗議美國與南韓的聯合軍事演習 而這已經是北韓十二天來 第六度是射飛彈 近期二的中程彈道飛彈 還飛越日本上空 美國隨即要求聯合國安理會 召開緊急會議 希望強化對北韓的制裁 但自從五月的提案失敗後 這次同樣遭遭阻力 美國大使直接點名中俄兩國 讓金正恩有恃無恐 中方立刻回嗆 美國頻頻舉行聯合軍演 才是威脅區域穩定的亂源 俄羅斯也附和中國 認為擴大制裁無助於化解區域緊張 分析指出 北韓看準聯合國安理會意見分歧 核談判重啟遙遙無期的時機 恐怕會發動更多武器測試 甚至可能在中共十六號二十大之後 第七度進行核子試驗 而面對北韓一連串的挑釁動作 美國星期三緊急下令航空母艦雷根號 重返朝鮮半島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下午和南韓總統 以錫悅通電話 雙方同意提出新制裁 加強對北韓施壓 國際新聞總會民變異